歡迎收看霹靂英雄同樂會 大家好 我是孫一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穆婷 穆婷 我們一直都要呼籲 請大家一定要支持正版 因為很重要 智慧才產權 但有時候真的 當一個東西紅了之後 就會有一些來講致敬 但有時候你知道 比如說我去台中的時候 台子紅了之後 就會有很多致敬的一些系列跑出來 我記得台中整條路上 起碼100家的賣太陽餅 每一家都是我是唯一老店 我是唯一正宗 對 那我覺得我這邊比較有感受深刻的 是因為我很喜歡吃小火鍋 就是那種翻桌率很高 很難食用 但是很好吃的小火鍋 做得很低的那一家 因為它有一陣子就遍地開花 到處都是 是 接下來你就會開始看到 有一些不同的媽出現了 不同的媽媽出來了 我們香媽來了 麗媽也來了 好像火鍋都要來個媽系列 因為這媽媽煮的火鍋 很特別好吃 但這都在我的容忍範圍之內 直到有一次我看到那個 我真的覺得受不了的 他叫三鍋臭媽媽 太過分了吧這個 他是嫌他媽做得不好嗎 這個對媽媽來說是重傷好嗎 我還聽過臭爸爸 那可以 如果把爸爸加進來就可以 不能只臭媽媽也要臭爸爸 是是我們講了這麼多 支持正版是真的非常重要 對 那最近呢我們這個DVD 有一個活動對不對 講到DVD 講到一些原聲帶 我就想到 我們有一些歌啊 我很喜歡把它們串在一起 你不能說他們一樣 但是因為和弦啊旋律就是這些 對 有時候它可以串在一起唱 你知道可以接著穿插著唱 很有趣耶 給大家一個參考 比如說女人花串老情歌 而且他們氣氛也很像 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蠻好玩的一個部分 當然支持正版還是非常重要的 像剛剛小艾老師有提到 我們收藏DVD 現在有一個活動是 直接送大家喝咖啡 喝咖啡嗎 沒錯 這非常應景好不好 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看劇的時候很燒腦啊 要知道說接下來劇情怎麼樣啊 那你在燒腦之後呢 就有點疲累 這時候需要什麼呢 需要咖啡 我們就馬上為您奉上咖啡 為什麼燒腦會疲累 有啊你身上限注 你都激發了之後 你就會突然一陣累 真的 好像也算是一個福利的一點 對啊 我告訴你很多正版的福利是很特別的 而且正版它本身就比較保值 又有一些專屬的福利 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正版囉 沒錯 話不多說馬上進入到今天的霹靂英雄同樂會 掌握武林大小事 公開庭上萬事都 歡迎來到霹靂公開庭 上週有跟大家提到我們霹靂IP英雄快閃電 今天要在竹北展開了嗎 今天就是今天 是 正式展開了 勉強起跑了 對 真的我覺得新竹的朋友真的是有福 沒錯 當然有一段時間 很久一段時間沒有到新竹來辦展 沒錯 那上次我們有收到 這個展區有分四大區塊 除了經典藥角之外 是 上禮拜我們有提到 站摩車這個區塊 但我後來發現還有冰風 也很精彩 裡面有月無缺 而且有月無缺 就有誰呢 劍風雲 劍哲仙 對 三個一組 大家可以一起看 Holo手 是這樣嗎 好 那除了這個很精彩的藥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最新的精品 在等著大家 是 所以呢 我們待會在公開庭裡面呢 也會推薦給大家一些最新的精品資訊 大家可以先做好筆記 很重要 到時候到現場呢 就你一個人如魚得水 是 馬上就來看看今天的霹靂公開庭 有什麼樣的心訊 要分享給大家吧 本週霹靂公開庭精品快訊來囉 趕快來看一下有些什麼吧 華麗無雙的銀博特效感 搭配上PP塑膠書籤 收藏質感大大的提升囉 搭配上屏風感包裝呈現 讓三角先天不僅經典再現 更可以與您一同記錄生活點滴 此次收錄三角先天各四種版本 相當的豐富喔 喜歡我們三角先天的朋友 趕快收藏起來囉 霹靂競選角色力排 共收錄九星中的三位角色 極具細民們收藏價值 採用高品質印刷 呈現最完美的霹靂角色 此次推出 月無缺 見風雲 意氣型 趕快收藏回家吧 歡迎來到霹靂調查局 本週霹靂調查局 要為大家揭曉的榜單呢 依然是我們復古系列 倒帶機系列 對 我再一次生命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好不好 我們這次包含的有龍塗霸葉 風靈島 霹靂圖騰里面的經典角色挑選 好像現在是20年前的劇集 對 真的是非常經典 所以你看裡面有很多藥角 像我們冰險 天際等等的 對 還有比如說像風之魂 就是很多人選 對 那像我昨天也在看這個 義秋妮以前的那個音樂 是 真的很有時代感 讓你可以再回到那個時候 對… 我相信播出這段期間之後 我相信很多戲裡頭的新聞想說 哇 當年好多好多藕溝酒的回憶 沒錯 究竟你喜歡的它 清透的禁榜呢 一起來看看今天的霹靂調查局 龍塗霸葉 風靈島 霹靂圖騰 十大人氣角色挑選 本週我們調查局要帶大家來看到的呢 就是圖騰至風靈島這段期間 十大人氣角色挑選 這應該有20年了喔 對 你也知道這個時期 競爭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真的 究竟結果如何呢 馬上就來公布這些戲謎 給我們心中的十大代表囉 首先公布本週第十謎 就是我們的龍主偏側真龍 是的 剛剛登場的時候呢 強得嚇嚇叫喔 而且強到需要當時的五方新主 一起來聯手 才能夠跟他打成平手喔 不過他強大的力量呢 也造成了一道傳奇 遞下了霹靂歷史當中的龍徒霸業 再來公布我們第九名 就是我們的一哥俗還真 第九 對 竟然在第九名就止步了 這個時期呢 不得不提到我們白臉染血喔 這一段戲碼呢 在當時是非常的轟動 一代神人在隱鈴山上的那段自白呢 以及最後自爆靜脈的決心 真的是太震撼了 差點以為我們一個要被收走了喔 幸好最後平安獲救 也是至今仍然經典的橋段喔 第八名就是我們兼具美貌與智慧的妖后 那這一位美艷的媽媽呢 出登場的時候在龍徒霸業當中 不僅表現出熊霸一方 不雅於男性的一個keep 而且在面對這個黑衣的事情的時候呢 也是十分的心狠手辣 連自己的老公都沒在客氣的喔 也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妖后呢 才升職戲迷的心中喔 接下來第七名 真的是蠻巧合的喔 上昭的排行 他也是第七名 新美朋友們 有在操縱這個排名是不是 他就是我們的越南方 他的惡行呢 我們不多說 畢竟在龍徒霸業時期呢 他化身定風仇 一心向善 就已經改邪歸正嘛 並且呢也化身成肅還真 代替他 帶領群俠對抗魔佛勢力 最終也壯烈捐軀了 也是一篇非常動人的經典故事喔 接下來來到本週第六名 就是我們的莫章母 美男子 對那在霹靂圖騰時期呢 剛剛好他剛剛步入武林喔 對上非凡公子的烽火對決 也是十分的經典喔 另外對決指摩的片段呢 至今也是讓人津津樂道 同時也勸告大家 千萬不要像指摩一樣的 無礙嘛喔 接下來要公布前五名囉 第五名呢 就是我們的天際 在龍徒霸業時期呢 對上我們的風之痕 每段武戲都非常的精彩 那個劍速快到眼睛都要跟不上囉 而他在風靈島時期呢 也開啟屬於他的故事 以及對上他的仇人冰險 兩人的對手戲 當然也是一樣非常精彩的喔 本週第四名真的是蠻愛傷的 提到這位人 因為他就是在龍徒霸業退場的 沒有錯 他就是非凡公子喔 在蔡新元當中的獨自對上了 我們本週第十名的天策真龍喔 雖然知道是一個必敗之戰 但是我們這個天之嬌子 也是很有古蹟的喔 沒錯 在一片笑聲當中的自爆玄武相 也宣告非凡的退場 雖然是哀傷 但是也不失壯烈 接下來第三名 就是我們前面天際的仇人 冰險 他的人氣真的是很高耶 不論是火系啊 面具啊 只要跟他相關的 都一定有他的身影 好多鞋缸 對 而且他現在呢 到現在為止已經退場很多年了 仍然人氣是屹立不搖 高居不下 恭喜我們的冰險囉 再來為您公布 本週第二名 他就是我們的 異秋年人氣很旺喔 是的 果真就是人氣王 在當年呢 不僅救走了素凡禎 更是在龍徒八頁時期呢 協助對抗陰謀加策謀略 最終呢也是敗在陰謀之下 但是我們都知道啦 劍皮是沒有輸的囉 沒有輸 是 他永遠都是我們最厲害 最帥氣的阿伯 現在讓我們恭喜亞軍一秋年 各位觀眾 大郎 請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 第一名呢就是我們的風之痕 果然是他 是的 在龍徒八頁時期呢 創下很多經典武器場面 讓人家非常的難忘 尤其是後期呢 他雙手受傷 但是仍然緊緊握住他的劍 抗衡著無數陰謀 也因此立下他的里程碑 現在回頭來看 仍然是這樣的精彩絕倫 難怪可以登上我們的冠軍 再一次恭喜他成為我們的冠軍囉 看完這一次的十大調查之後 不知道你心目當中的角色 有沒有上榜呢 我們最近好像都調查一些老角 對不對 經典矯情 真的真的 更正一下經典角色 趕快把你青春的日記拿出來 是的 我們之後呢也是會持續舉辦 不同的排行調查 想讓你心愛的角色登上排行榜嗎 那就趕快上PT台灣台的粉絲專頁 投下你神聖的一票囉 PT調查局我們下次見 《劍軍十二恨》 於《霹靂狂刀》第57集登場 至2004年7月 渡城顯印第21集退場 畢生追求劍之真意的他 在劇中亦有數把兵器陪伴著他 領略屬於自己的劍道 而這些神兵寶劍也是代表著劍軍的成長與精力 今天我們就來回顧這位傳奇的劍客 一同隨著劍軍找尋屬於他的劍 五行劍架 出入江湖的劍軍 身被劍架並依對手實力 決定取用對敵之劍 其劍架共有六層 最頂端為十二無敵 其中五口寶劍可依照五行運轉排射劍局 故稱五行見鎮 故稱五行見鎮 快點兒 快點兒 一分三進不行 一分紅甘不定 三分鎮龍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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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鎮龍不鎮龍不鎮龍不雄不鎮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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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第一层之剑 与建军出现不归停时 面对荒山三刀之挑衅 仅以第一层之剑 便轻松解决三人 第二层之剑 受一香花之腰 一事魔玉次类阵局 建军以第二层宝剑 划出六道剑气轻松破解 而后巨声狼引进建军 非凡公子被派天主地载 一探建军实力 北极军的感情 正好一步 先别天独地狮 一方将军军军 天独地狮 五方军军 秋花军军 将军军 天独地独地独地独身 要既账发行 先减水 非凡公子来过北极军 请按目睹这顶 两情活动 在旁边的非凡公子 仅观这顶 火把七千 哼 这不操 再用地独身的港湖 好 好 好 转发 我有人嘛 人生逼迫 现行之后 改我真快阵纯 这件减冠十秒分 不放不放 大乡第三战的准备 四分四体两两 准处 第三层之剑 四类攻势遭破 魔狱杀手改踩人海战术围困建军 建军建壮取出第三层之剑 只见静影纷纷 众杀手一一毙命 另外 建军一层使用第三层之剑对上青阳子 第一种抛衷 所以要用第三层的補养 再建军建造了 两层之剑 我未知来随理疸瘩 那就算是我随理放浪 算了, 明天再来 有幼稚的古人 毁有美金党 九十五官 五官受地毁人这两不关 五官人同营也两不关 好 那就看五官 第四层之箭 黑卷之争 乔风之刀与建军正面交锋 尽管是否分用第四层的港湖 兴富到秋风之刀的荣耀水盈 秋风之刀 应该小焦了 难道你看不出外地用第四层的港湖吗 哼 我对荣耀的荣耀水盈 一看五官区 如果你今晚是一个地毁人 就可以看得出内容 这是什么问题 我已经说过 要有地毁人才看我 哼 第六层之箭 扣心箭 人为建军之师 求天佛有 求天之师兄 师徒无忧 面门夺箭 建军放了面门之仇 夺回扣心箭 各位七公 有灵性的求心箭 赶快鼓手之吸气 秋风吹起 秋风吹起 求心箭发出了 金党的爱名 兴隆以进 建军与叶小差进行纸上论箭 却因叶小差原神出鞘相助速还针 使建军不满认为有放水之嫌 因而将扣心箭插于流离仙境 并言七血之日 其是两人比剑之旗 时至九月初九 建军与叶小差斗箭于无人风 出 boat 不静 碧 出快 爵 blast 有寂寞的狂羞 狂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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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红接近路 太丘梦 古尽亚空 看阮南 百世丹 不知情爱好风 看山遥波动 远去远去有情风 山来有情路 在阮心中中 在阮心中 这脚蚀在西非小减对后无不回来 这东京欧雅演出化地 我就不相信你不输出心本 这脚蚀要求是什么家有人 总是要求你 这脚蚀在美国城里的中心 只能求你多有多占物 从湖上海中夯了 这脚蚀在美国之间 又要有很大 fraj 此事只背后我们不早忘了 尽量大臣 但故随无人地 你也击击吃 这个东西连不掉 五剑齐发 为剑军最上层的绝招 曾于肃桓珍与叶小差闯入适风小军时 因肃桓珍连续使用绝招而受创 叶小差背着肃桓珍逃到路口之际 剑军见二人为击 背后剑架五剑齐发 排出五行剑阵 挡下五爆魂攻势 剑军十一分 剑军不堪抢这块入罪 我命我命的命对手攻击 你手缓军我不意 要是剑军 想传给我这关吧 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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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剑军 刑刑 剑军 心 言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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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神秘路隆 我看三兄叔在風边关上 那是中的尖君的尖 continue 我离开三兄叔的风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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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冰冰冰冰抽屈 冰冰冰冰 出狂 新技能龍也不敢始終 二雄王王都也出狂 劍軍人劍自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张晋天涯建军退场纪念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摆好看啊 他干脆拿去挡挡掉了 我一来没收酒开了 嘿嘿 走 走 去把这书菜 走 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走 现在对我来说 要什么用 好碎 白鸟 我是失败者 我会多准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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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凤剑 失败打击令剑军心灰意冷 却在无剑发现五管运毒 与前儿共同举发 并逐渐恢复自信心 而后在灵孝月指引下 剑军来至夫子隐居之处 夫子剑其乃可造之才 最收为儒教传人 并赠予镇教之帽中奉剑 以及传授四十将义之剑法 真不停 是传授四十将 准备流行喽 甘百哈红 甘百哈红 改 их轱骢 情及平吉之痛呀 三十九尊初步梦 日起国会看着初步掌声呀 人生初心本是日子 且不过多情歌之后 平吉丢夹难用而死呀 当下千倍告一见笑 如秋冬是靠的补养 若无丁连丁种子之风阳 如严实精通勘恶其用 就斩入协讯之用吧 若无可险就一边修下 熟悉刚悟 这是挪秀别生勇严之精华 一路之间 只可用回贯通经上一战老 而后建军不负夫子盼望 凌悟如见精华 与狂刀叶小差共赴西武林 拯救受困的不知名 5分之后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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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决定约战不归路 面对昔日恩师 三船人无法下重手 面对此状 三教主假装入魔 逼三船人使出全力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呦 我滑得要救你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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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有天不小心 常團人警隊十分 簡易不見 進去兩難路 他們突然不當心地就算 哦 準備盡道動用 一鍋頭龍下敬 此時海商軍進入雙方之戰 兵嚴明不該讓三船人 面對師徒相殘之慘劇 最終給予三教主擔紅草 緩解入魔之礦 湮免於一場悲劇 後期劍軍性情也在一番陳前中 從高傲性格趨於圓榮 多次協助正道行動 缺少西洋女劍各抽席 並被洗腦改造 與狂刀淪為燕軍林左右護法 其後瓊八級為報仇 冒上燕軍林 共得 劍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進進 紅草剣軍專領 對手不如洗手不動 對手不如洗手不動 非常嚴重 是 一海 手本是 馬里芸琳 大威武 不信 会 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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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其强大武力 让人刀剑近遭折断 也受穷八级长进击飞 因而恢复原有意识 本周我们介绍了剑军前半生 在这段经历中 我们看见了他的成长 下周我们也将持续 随着剑军找寻他的剑 请观众朋友们不要错过 好 来到今天的音乐特辑 来特别介绍 Share Count 刚刚才出版的 是的 我们这个音乐精权90P 全项列变电视原声带 那这次的角色我觉得刻画的很棒 没错 预障香什么等等 所以我觉得音乐整体的幅度 听起来都好好听 这次的角色曲都很棒 一度围尘 预障香等等 那我比较注意的就是我们片头片尾 也非常的好听 歌手就是注意这个 对 我们片头是燎原 那片尾的话我特别喜欢是 那个嘉莹唱的几雷人的第一名 第一名 你听这个歌名 就知道这是一首很抒情 然后里面情感很丰沛的一首歌 是是是 那就我的话呢 我是写配乐的嘛 我就注意到配乐的部分了 这一次我觉得 预障香的音乐好吸引我 而且你也很喜欢它 对啊对啊 它那造型很棒 你看它里面用到这个 人声 女声 女高音这样子 你感觉应该有点像 神秘花园 秘密花园那种感觉 结果后来不是哦 它加入了电吉他 怎么感觉有点违和啊 对对对 但完全不违和 结合得很好 LOOSE的非常的好 严靖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没错 那音乐的部分当然是很重要啦 对 但是 我们的 赠品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 收藏达人 那除了有五张卡片之外呢 它里面还有小卡 随机小卡 那你拖子 你猜 你先打开再说 很奇怪 一度为成 也是非常好听的 很厉害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看啊 介绍那么多的卡片 然后音乐那么好听 怎么可以不来一张呢 对不对 必须 好 马上进入到 今天的音乐特集 精选91 玄像裂变聚集原生带 日前 Pilly精选91支 Pilly冰封瘸之 玄像裂变聚集原生带 已经在全台轰动上市 今天我们也将为 各位喜欢Pilly音乐的 系名朋友 整理专辑中的精彩曲目 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精选91收录的好音乐吧 扶声扰 一度为成巧色曲 音乐出等场于 《学相裂变》第二章 风采伦老师 2022年作品 平稳柔和的乐音 营造出白云飘渺的氛围 如高雅必失的 先天高人出世 乐曲后段 转折如一度为成 虽毒舌 但性格善良 总带着教化他人的责任般 也表现出 不同于一般先天的 隐藏神秘气质 音乐出品 无归天蓝 雀风策角色曲 音乐出等场于 《学相裂变》第五章 孙秦凡老师 2022年作品 开头流畅的鼓声琴音 演奏出万里风静 独一人的爵士高手氛围 而后柔和奔放的弦乐 展现书记赞魁 率然之舞者气态 却封策个性不受拘束 我行我素 身为地狱第一人 却次追求身为风的真实自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山谷亭云 玉藏香角色曲 音乐出等场于 《学相裂变》第六章 引荐47老师 2022年作品 乐曲以较长的篇幅 缓缓描绘出一位 来自未知的英雄 在桃花流水间 吟唱一曲《藏花银》 注定要在过去和未来间 探索自我真相 出事不明的玉藏香 为恩而化身无名小卒 对抗独育王朝 执行非法正义 欲揭开王朝隐藏的黑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葫珀 古葫珀朝主 古葫珀王角色曲 音乐出等场于 《玄像裂变》第二章 高雅辉老师2004年作品 以豪气建设为题创作 磅礴的古典 行径的弦声 营造出威严壮阔的剧场 象征由琥珀王所统领之古域王朝 王者初寻阅兵台上 三军统帅威势点兵的大典 透露王者的不凡与威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秒不弃 凤舞池角色曲 音乐出等场于 《玄像裂变》第四章 引荐47号是2022年作品 特别采用 类似电玩RPG的创作风格 曲式之启程转合 如诉说凤舞池 历经变故与成长的故事 由开朗转为忧愁 最后豁然开朗 如同奉中许展翅羔羊 呈现少年中成熟面对 必改变一切的决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此次《玄像裂变》聚集原生带收入18首精彩曲目 手册内页不只附上精美的人物写真 还有每一首乐曲的精彩介绍 独家附赠五款精美聚照明信片 以及随机角色小卡 喜欢我们《玄像裂变》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 来到今天的哈烧线偶像 今天这个线偶像名字很美 它就是我们这个古裕王朝当中的孔雀宫 因为它本身比较好战一点点 比较好斗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古裕王朝本身这个喜欢战斗的一个区域当中 它是蛮获得明星的 但事实上它这城外好像不是那么受到欢迎 根据小道的消息就是小编表示呢 它好像蛮喜欢睡一面的你知道吗 就是有点喜欢管东管西的长辈啦 小道是以你为鉴喔好不好 我是古魄王如仙的 Peace的Peace的 所以被杀掉了 那所以在这一切迷案即将要揭晓的时候呢 又有一种意外发生了 跟他有关吗 对 我想什么事情呢 从手到底是什么人呢 到底是什么 大家继续锁定全项店面才会知道喔 你要写底了 我怎么可能爆雷呢 好的 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哈梢新偶像 孔雀公 孔雀公 古遇王朝之王爷身具城府 表面看似支持流离王爵成为王位继承者 实则暗中布局多时 一方面成为无名之相 指导无名之辈追查古遇黑暗 一方面四又以皇忠客 盼王等多重身份 混淆视听令人难辨驱使 在琥珀王命案发生后 孔雀公为了不让众人发现自己曾在案发前入密室 乃狠心铲除关键证人 中贵人 并嫁祸木银霜 殊不知此举仍是被鱼龙隐士一骑行等人试破 市局揭发孔雀公之阴谋 其料 落网的孔雀公却坚称自己并非凶手 并玄疾在当夜意外身亡 琥珀王命案暂先暗外遗云 真相究竟为何 请勿错过悬项裂变最新发展 今天节目要到了尾声了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每周五的DVD 封面抢先看 本周的封面人物呢 就是我们的琉璃还有雀风策 跟风一样的一个角色 没错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精彩的剧情发展呢 大家要继续锁定我们的学校裂变才会知道咯 好的 再来要公布有想政答题目咯 不注意听哦 是的 本周题目呢 也是跟哈烧线偶像有点关系哦 请问你孔雀公他的铜数到底是什么呢 我真的觉得他们都可以开隐形眼镜公司了 不 他们要拍玫瑰同龄眼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悬案一桩接一桩 命案一桩接一桩 哇 我觉得很适合 你可以跨竹箱图女星 我真的觉得蛮合适的 我很喜欢看啦 我喜欢这种悬案系列太赞了 不过大家不要被我误导 心目中应该有正确的答案了 是 赶快扫揉我们节目上面的活动KR Code 登入活动网页留言参加抽奖 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霹雳精品哦 那当然你可以像以往一样 在霹雳台湾台的粉丝专页上面留言 也是有机会可以获得霹雳线上看的免费序号 当然也不要忘记了 在我们霹雳台湾台的粉丝页上面 热烈举办当中的 还有我们霹雳调查局的票选活动哦 本周票选的题目 该不会也是跟倒带机有点关系吧 对 但只要倒一下下 我们越倒越时间越短了 是是是 对 这一次要票选的呢 是龙城盛影 还有霹雳建宗时期的 哦 这个大概也十多年了 直接跟你说第一名会是谁 我还不太确定会是蝴蝶军还是龚孙岳 或者是他们两个并列第一 就贤坑利就对了 没错 其实想一想这段期间除了蝴蝶军之外 像很多邪自备的人邪 哦 剑邪有没有 人气也都蛮高的哦 这样想一想的话很多角色哦 赶快来投票也许你就有机会再度看到 你喜欢那个角色的身影哦 没错那更多最新的霹雳讯息呢 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霹雳英雄同乐会 或是上霹雳网上面都可以做查询哦 嗯 也别忘记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 是在每个礼拜天天晚上八点钟 所以务必要重新咯 不小心错过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每周一晚上 在霹雳的YouTube频道上面 都可以做收看咯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节目安排咯 霹雳英雄同乐会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